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影片的前面我们看的是一头雾水 但是随着影片情节的展开 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 前两个男人是娱乐圈的大外明星 兰妮和文斯 在我们看来可能仅仅是关系密切的好基友罢了 但是在慈善夜的前夜 一位女记者却意外死在了两人的房中 这一方面说明光鲜亮丽的娱乐圈 可能只是金玉其外 败序其中罢了 另外一方面则牵引出多年后 一位女记者对这起命案的追查 观众没有想到 两人在面对死在房间的女记者的时候 内心戏能如此的丰富多彩 或许还是因为爱吧 因为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 才会对此视觉口不提 只为保护对方不会陷入一场命案之中 原来在这之前 这位死去的女记者曾经和两人有过交易 就如狗仔队和明星的关系那般 记者为了获取劲爆的头条 会不惜一切地换取第一手资料 这位死去的记者就曾经和兰妮 文斯做过这样的交易 而交易的筹码就是肉体 可这场肉体的交易却让这位记者 意外发现了文斯的男童倾向 这个消息可能更劲爆 更有看点 于是记者威胁了兰妮 第二天却发现记者死了 兰妮认为是文斯杀害了她 而文斯则认为是兰妮杀害了她 两人虽然心中揣着这样的疑惑 但还是最终迷而不谈 直到为了保护兰妮的文斯 在自传中承认自己是凶手 然后自杀 后来调查这个事件的女记者发现了端妮 才解开了事实真相 凶手是除了兰妮文斯以外的第三个男人 也是这场爱恨情仇中 最不起眼的那个角色卢本 卢本是爱着兰妮 但是兰妮和文斯却相爱着 她正是利用两人想要保护对方的心思 杀死了那位女记者 成功地拆散了两人 以为掌握了对方秘密的人 却最终选择了老死不相往来 这的确是一部烧脑电影 在讲述整个故事的过程中 还不经意地揭示了两种职业 明星们表面上做着人人称赞的慈善事业 私底下却可要滥交 记者们表面上追求事情的真相 但是却为了获取爆炸性新闻 而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 除了有男童的激情四射 比较意外的 是在影片的最后 还插播了一小段蕾丝的桥段 导演擅长运用这些悬疑的元素 让整个影片缓缓相扣 并且情色桥段设置也十分恰到好处 如果你仅仅把这部影片 当作是一部情色影片来观看的话 那么你真的埋没了一部很好的悬疑片 尤其是影片的叙事节奏 不仅不慢 但当你看完影片 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由然而生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